三国乱世,人才辈出 在这个时期可是出现过不少贤臣良将的 而且他们各个文武双全,有勇有谋 并且打出了不少精彩的战役 出了不少的点子 比如周瑜,司马懿这些谋士 不过在人才积极的三国时期 有三名贤臣良将最为可惜 他们的英年早逝让三国的这段历史少了诸多风采 因为若他们在,凭借他们的本事 一个能救赎,一个能灭无,一个能乏味 这三个人是谁?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三位三国英雄的故事 关羽 在三国之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 莫过于桃园三结役 在桃园之中,刘备,关羽 与张飞结为异心兄弟 此后,无论风霜雨雪 他们三人都携手同行,互相扶持 在刘备建功立业的过程中 关羽始终跟随在刘备左右 哪怕被曹操抓获 也并没有因曹操给予他的优厚待遇而动摇 反而一直心系远方的刘备 希望能够再回到义兄的身边 而刘备对关羽也是全然信任 一直将军事上的大权交予关羽 期待着能与自己的兄弟一起打下江山 他有着高强的战力 是名阳天下的好汉 就连曹操也对他求贤若渴 因为关羽有着令无数人敬佩的品质 忠心 关羽是东汉末年名将 早年因为范事逃离家乡 流落到幽州捉郡 期间结识刘备 并与刘备张飞结成兄弟 刘备担任平原相时 任命关羽张飞为别步司马 分统不取 关羽威政华夏 雄资过人 三国制评价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 为氏虎臣 与报效曹公 飞翼是炎梁 并有国事之风 然羽刚而自经 飞报而无恩 一短取败 礼数之长也 历史上的关羽 是一个有勇有谋的猛将 展炎梁 秦于静 无不显其威猛 关羽应该算得上是 三国最强的将领之一 在关羽大义师金舟之前 他谋划了一场 水淹七军的战役 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并且深情了 曹操麾下的几元大将 曹操甚至都动起了 千都的念头 但可惜的是 他的性格方面 却存在着一定缺点 像许多武将一样 他激进一冲动 遇事很难考虑周全 而这也导致了关羽 后来兵败金舟的悲剧 当时孙刘联军本来就是貌合神离 在魏国的挑拨下 吴国叛变 最终金舟被夺 关羽牺牲 让蜀国元气大伤 金舟的尸首 关羽的殒命 也成为了蜀国发展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这不仅直接导致蜀汉政权实力的被大大削弱 还刺激的刘备 轻率军队攻打东吴 最终在白帝城病逝脱孤 所以说 如果关羽没在此陨落 那蜀汉的走向必将不同 起码刘备还能再战几年 而祝国亮的几次北伐 也不至于如此艰难 马肃当时接停失守 如果关羽在 必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关羽在 说不定能救蜀国于危难之中 可以说 关羽的离世 是蜀国的一大损失 我们说三国是风云争霸 群雄逐鹿的时期 这些野心家们所拥有的底牌 除了绝对的军事力量 还有就是为他们所出谋划策的军师 刘备有多智而尽腰的诸葛亮 孙权有实际雄厚的陆逊 而在三国之中 若问最出名的谋士是谁 恐怕十人之中 有八人会回答诸葛孔明 但其实 在三国前期 曹操手下 曾出现过一位名叫郭家的谋士 郭家之神通妙算 史书上称之为 士之骑士 郭家出身隐川郭氏 原为元少部下 后转头曹操 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 立下了功勋 曹操曾评价国家 史孤成大业者 必此人也 三国制 郭家财策谋略 视之其事 虽轻质得势 疏于寻忧 而筹化所料 视其轮也 郭家财智超群 足智多谋 为曹操出谋画策 功勋卓著 许多人都为他的财能谋略所折服 很多人都羡慕郭家的自信 他跟曹操之间也如君臣 如智友 郭家凭借着人的行事风格 就能判断出人的处事方法 达到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的地步 这样的大智慧 令曹操都佩服 也十分敬重他 那么郭家到底有多厉害呢 想当初曹操讨伐张秀失败 被袁绍写信羞辱 此时正是郭家提出了著名的 时胜时败之说 曹操拟定了作战目标 重整旗鼓 在曹操与吕布的对战中 郭家慧眼如炬 看出了圣姬 他以有勇无谋者 若气衰力竭之时 便不久于败王的观点 力劝曹操急功 最终帮助曹操攻下下批 擎获吕布 曹操得此谋事 自然势如破竹 此后曹操不仅东征大破刘备 擎获关羽 还在郭家的建议下 扬装南宫留表 实则趁机回军北上 轻松将圆潭圆上击破 可以说曹操能够一同北方 绝对有郭家立下的汉马功劳 但谁想到 天度英才 郭家在曹操征伐乌丸时病逝 年仅38岁 郭家去世的那天 曹操哭得吐血 他心中是希望 郭家帮助自己完成大业的 而在他去世之后 曹操的征伐之路也逐渐陷入了停滞 若国家还在 曹操或许可以在他的帮助之下攻破吴军 甚至一统江山 但可惜的是 历史没有如果 周瑜 提起周瑜 人们往往会想到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恩怨 那句寄生于何生亮 仿佛成为了他千百年来的绝唱 周瑜是东汉末年军事家 政治家 谋略家 长壮有姿茂 精英绿 江东有 取有物 周郎固之语 是个才貌双全的人 周瑜年少跟孙策交好 曾帮助孙策渡江激流遥 经完三年 随孙策平定江东 孙策临终前 曾对孙权说 内势不绝问张钊 外事不绝问周瑜 周瑜也确实不负孙策厚望 若论他最亮眼的战绩 无疑是火烧赤壁 当时面对曹军的威逼 吴国中主和主战者皆有 正在孙权举棋不定之际 周瑜给他分析了曹军的形势和隐患 这下犹如给孙权打了一记迎战的强行针 于是孙权当即命令周瑜和成普 率领三万精锐水军 与屯住在返口的蜀军一起速将西进 与曹军在赤壁相遇 当时的曹军因不适宜当地的气候 军队中染病者众多 再加上曹军大多不识水性 因此一交战就成败事 只能驻扎在鸟林地带 此时 鼠吴两军则选择在南岸射营 正在双方焦灼之际 正是那周瑜采用布将黄盖的火攻之际 将曹军的舟船烧毁 最后 荒不择路的曹军只能跳入江中 最终因不识水性而殒命 最终二十万曹军居然伤亡过半 赤壁之战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 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中 最为著名的一场 今此一役 曹操一方元气大商 鼠吴的声望势力大涨 为三国鼎力奠定了基础 然而 与国家相同的是 如此惊艳绝伦的周瑜 也躲不过英年早逝的宿命 周瑜在三十六岁时 就病逝于八丘 三国演义中 周瑜被描写成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但历史上的周瑜 性度挥阔 雅量高致 时奇才也 他文武兼备 有雄才大略 世间豪杰英雄士 江左风流美丈夫 周瑜文武双全 如果他没有早死 动物的战略 由防御转向进攻 他说不定能带领吴国 吞并魏国 结语 因为这三位将材的去世 才导致三国鼎立的时间被延长 哪怕有一个人没有去世的那么早 三国也不会持续那么久 但是历史的安排 谁都无法想到 人类对于历史来说 只是一粒尘埃 到底结局如何 其实在种下阴后就决定了 三国时期 虽然已经远去 但是那个能人背出的年代 依然惊艳了时光 其中有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 也有遗憾败北的暗胆之时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群雄过招的激烈场面 才让这段历史有了非凡的魅力 身处于其中的历史人物们 或英勇不凡 或运筹帷幄 或身安人性 但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创造了一段传奇 而经过千百年的时光流转 他们非但没有被大家所遗忘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 去探寻他们的世界 人们一直为三国的历史着迷 历史就是这样 多情又无情 我们只是历史的旁观者 不能改变只能接受 但这也恰恰是历史的迷人之处 不知道大家对这三位英雄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看